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就荣幸地邀请到著名画家冯远先生和我们一起聊聊中国画 谢谢今天能介绍我们的采访 前一段时间听了您一个讲座觉得受益匪浅 我想今天在这儿还得请您再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中国画我们应该怎么看 尤其是在这个当下多元的文化的这种环境下 应该怎么样欣赏传统的或者是当代的这种中国画创作 我们今天讲中国画 常常是讲到清末明初之前的这段历史的中国画 那我们是可以给它梳理出几条特点来的 比如说这个实书画一体 比如说平面结构 闪点透视 这样一种以线造型 然后随内敷彩等等 那个是我们指的是传统中国画这一路过来的 那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画 中国绘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记忆 形式 方法 技法都发生变化 从19世纪末 中国一批流洋的艺术家 把西方的一批绘画的经典的这个方法介绍进来 在办学培养一大批美术学院的专业的这个创作人员 研究人员 实际上已正在它的质地上 开始了中国绘画向现代形态转换的一个历史进程 而且是非常快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大量的西方现代绘画进入到中国这种文化交流的碰撞 激荡 互建 互相吸收 可以看到大量的工笔绘画 非常精妙 把西洋油画的一些色彩关系揉了进去 那当然其中还有一支中国绘画中的水墨画 这一方面是说明了中国绘画向多样化发展的方向取得的成果 一方面 你怎么能把这些精华既保留住又能表现当代的东西 这是艺术家要研究讨论的课题 实际上在今天在我看来中国绘画 就绘画而言是远远超越了中国古代历代的绘画 当然我不是说绝对 古代的一些截图大家还是属于那种高峰 今天还是要认真研究学习 所以我们所说的继承传统 我认为是个大传统 它不是定在某一个朝代的传统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 40年来取得的成果变成了新传统 它继续会推动中国绘画向现代形态 现代面貌发展 所以我对中国绘画 极非常乐观的前景的构讲 您这一段讲得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认识 比如说有一部分放作者 或者是赏西就是见赏者 他们很喜欢古代的 刚才您也讲到了 现在的新传统正在形成 那么您能不能更具体的讲一下 就是在您的这个判断和这个研究中 您将来中国的这个 它的这么一个走向吧 给问的问题 实际上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准确的说 现代中国化已经是 向多样化面貌发展 广大观众是各取所需的 每个人的审美口味不一样 有人喜欢水墨宣淡 喜欢大协议料料几笔 认为那是很高股 甚至于有文人气质 也有人喜欢那种艳丽的这种 表达的非常美妙的色彩 放在家里看得非常悦慕 你不能再指望我们所说的传统 定于一尊 予于一格 定于一世 只有这个面貌才是中国化 所以这是今天中国化发展的 我认为是个好现象 一定是在百花齐放 多样并存发展的过程中 比较出来好来高下 历史自然而然会来挑选那些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它能在喜欢新艺术的同时 对中国传统的艺术也有深入的了解 能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绘画 取得的成就 真正要做到让一个今天的年轻人 读懂中国话 是需要有做一些导读的 他会出类旁通去理解其他的艺术 这是有意义的 中国绘画它注重传承 在传承中 传统中打出来了 所以你某一看大的面貌 似曾相似 因为是传承过来的 仔细看 有创意 笔法、渲染、人物形象 各种各样东西 细微东西能看到变化 所以你在看到的中国艺术史 中国绘画史 是一条基本平稳的发展的历史 但中国这一条传统的文脉保存的很好 但下一步 未来的一个世纪 中国绘画能发展成什么样 怎么创新 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带给我们思考 但是我们当下还是觉得画的像 画的细 画的真才体现水平 这是基本上大众的一种认识 但对于很多的 比如中国画 它体现意境 它有一种气韵在里面 那么对于观众来讲 它是怎么样才能 实际上 艺术是一种最为直观的东西 在同一件作品面前 感受是不一样的 从艺术的多样化发展的角度来说 现实主义、写实主义 是绘画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样式 在中国是个主要的样式 但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模式 正能理解 也是因为这样我们鼓励百花齐放 百家增艳 实际上说的是 我们现实主义主品创作是一朵大画 很灿烂 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艺术的形式 都可以成为我们 提升我们审美眼光 提升我们生活质量重要的一部分 这就跟刚才您说的 它是一个还在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有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 它占的比比较大 但并不是说其他形式 它就是弱势的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 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空间 还是很自由 您做这个人物化创作比较多一些 唐宋八大家 然后还有像您画过李白 还有很多的那个先贤名人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您创作了很多中国耳熟能详的这种 像钟窥家妹啊 这种这种体裁的 所以就您个人的这个创作来讲 我想问问当时您是怎么 想创作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作品 诚如你所了解的 我呢 夏果香 改开放有心上了学 留校当了老师 再后来又到专业的艺术家群体 团体工作 这样一个经历 那作为艺术家呢 我的所有创作跟我人生经历是有关联的 在我重要的学习阶段 实际上我是以反映新时代的工能兵形象为主的 所以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 我创作的挺多 像智者 像反映农民工的我们 反映这个 成像空心画的这个旺乡 比如说我画的很多 我要读书 明日制子 还有一批红色题材 新火 今生来世等等等等 这些是我作为一个 经历过共和国这么巨大变化的一个个人感悟到 时代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得硬核这时代去捕捉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崇尚先贤 浮敏昌身去表达他们的形象 随着我在各个岗位上的工作 我努力去补课 我觉得中华文化是个非常博大精神的文化 我今天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本民族文化缺乏一个基本的了解的话 你怎么能当好一个有深度的艺术家 所以我在大型创作的间隙 我常常会回过头去画古典题材 包括你说的唐僧巴达家 是我读了他们的文论 真是高三扬指 所以我把对读了他们的文章的感受 加上我对他这个人的了解 又用中国传统文人化的写意的笔法来表达这些题材 这几十年经历了以后 我突然后来回到艺术创作中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古代的人 当代的人 未来的人 他有一个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文化传承的一些基本要素 所以就让我始终在这几类题材的选择中 勇敢而发的去创作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 那在您的当代绘画 当代绘画 当代题材 很多大画 表现劳动者 表现时代进程的这些 那很多东西它实际上有点 西方绘画的那种方式手法在里面 但这个里面您体现这个中国画 它的意境怎么样来把控的 它是这样的 中国绘画的创作它要求观众在看到它表面的人物 环境色彩笔墨之外 还能感受到一种联想 产生一种中国人勤劳 中国人了不起 这么多年来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它能感受到这个时代 这就是中国主题性绘画达到的效果 赋予它一些耐人寻味的意境趣味联想 然后才竖注于后50%的把它图式化 当所有的元素能够基本齐倍 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那这件作品应该就是不错的作品 所以你看到的古代有些绘画 它常常是一个小切口 它无关宏大叙事 它就是一刀之剑 突然灵机一动 感觉到一片灿烂的颜色 一个生动的表情 您这样说 我反而一下就理解了 当代中国画创作者的 叫做时代责任 同意 同意 时代不同了 这也是中国画 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的必然 时代不同了 主题内容不一样 表现手法都要跟上 包括传统的语言 记忆 你得把它改造过来 这都是需要 对传统的笔墨语言 有个深入的了解 然后经过一个转换的过程 才能按到现代创作的作品中 否则你就不适用 这个问题不解决 你这绘画创作就难以成立 所以您应该是支持多种多样形式 从材料创作思维上 对中国画进行这种探索 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手中创新 我觉得甚至可以用这个词 再造 因为中国绘画的这个笔墨语言 不能到清末名次就算闭合了 不能发展了 20世纪21世纪中国绘画要不要 要 如何传承中国绘画的一些经验 然后又发展出我们21世纪22世纪 从中国新的笔墨语言程式 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您觉得这个再造 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阶段 是再造的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再造的过程从来没有指些过 像石鲁 我指的是人物化 刘文熙 方真仙这样一批人物 他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线造型的功能 但是人物造型的这种特点发生了变化 相当多的中国画都已经在传统绘画的记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一部只要迈开了 让后面的年轻人有才华地继续完善好 每个时代的作品都能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记 得失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就现在经常提起这个文明互建 向中国文化走出去 更多的和这个海外的这些文化艺术交流融合 在这个过程 您觉得这个文明互建为什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 历史上几次中国的跳跃性的发展 都得益于对外开放 向世界这个开展合作 开展交流 积极地向人虚心学习 然后不断地更新创造 才能取得这样一种对外开放取得的成果 我们从艺术创作的交流 从绘画的交流 尤其是当代中国画走出去 这个过程 它的推进作用是什么样的 中国是一个好学的民族 中国艺术家是一个善于学习人家悠长的一批群体 我亲历了国家对外开放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和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巨大收益 文学艺术也是这样 想想看当年我们读的小说电影就那么几部 但今天你能看到每年生产的小说多少部 电影多少部 电视剧集多少部 这种旺盛的这种创作的这种原动力 一方面满足了国内普通人的需求 一方面你也知道中国的电影电视 逐步走向世界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日益在扩大 绘画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是拿出去主动地迎合人家 是拿我们的创新成果出去进行一种交流 文明护卷的最终结果是 在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意识上 让中华文明重新站立在世界人类文明的高点 中华文明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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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明